春节快到了,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捏腌饭的菜谱 凉拌菜是必不可少的,今天分享这道非常好吃的凉拌皮蛋 要是跟我一样,特别爱吃皮蛋里面的流心 那我们的皮蛋就千万不能放在开水里面去煮哦 直接敲破壳剥开就可以啦 因为煮熟的皮蛋里面的流心就会被凝固起来 那我们的皮蛋没有了流心就相当于没有了灵魂一样寡淡无味 我切皮蛋的时候一般都是放手上切的 这样它的流心就不会粘在案板上,粘得到处都是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拌皮蛋了 我放了小米辣,辣椒粉,香菜,两勺生抽,一小勺醇,一点点盐 一茶匙白糖和一点点味精 最后这个是花生碎,也可以放芝麻或者是花生粒 再泼上热油,搅拌均匀就可以啦 搅拌的时候再放一点点香菜进来 刚才的香菜是为了激发香味 第二次放的香菜是为了增加香脆的口感 不爱吃香菜的就换成葱花哦 今天忘记放蒜末了 难怪我在拌的时候一直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不过这个配方的味道真的很好吃哦 你们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放蒜末哦 本事就做了 到这个温暖的口感 那优优独的口感 不过这个温暖的口感 我觉得不过这个温暖的口感 不过这个温暖的口感